本届海峡论坛坚持民间性、草根性、广泛性定位,延续扩大民间交流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,将举办主论坛活动,以及基层交流、青年交流、文化交流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0项活动,届时将有7000多名台湾同胞参加。 本届论坛持续聚焦两岸基层和青年群体需求,举办职工、妇女、婚姻、基层治理等贴近百姓生活的论坛活动,举办体育、文学、新媒体、相见相创等交流活动,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、祝梦、圆梦,创造更好条件、更多机遇。 此外,本届论坛还仅扣当前经济发展脉搏,聚焦发展新制生产力,举办科技金融、卫生健康、智能制造等论坛活动,推动两岸有关机构和企业签订多项合作协议,促成一批合作项目落地。 一年来,在赫兴精神指引下,两岸,特别是两岸民间交流,蓬勃发展,势头前进。 我们相信,两岸同胞通过参与本次论坛活动,一定能够有所感,有所得,一定能够体验更好,收获更大,情感更浓。 论坛期间,还将进一步推出一系列便利台包的措施举措,如在台湾嘉宾主要接待酒店提供落地移动支付业务办理服务,在厦门武通客运码头,设立金门乡亲服务站等。 本台记者报道。